以權謀私 禍港央民 曾氏王朝 曾蔭權下台 最近數天 曾蔭權被揭發 盛坐唐應富豪的遊艇 往澳門出席賭場的春麗 不顧自身的份制 亦都和下任特首爭奪戰其中一方結盟 破壞公務員政治中立之宜 之後 他又被揭發 承搭擁有西瑞專營權具庫的私人飛機 遠赴布吉島和日本遊玩 又騙車 他有支付商務客位的費用 無視兩者航空費用的巨額差距 而特區政府在西瑞加價和回購西瑞的訴求上 一直都是偏坦西瑞 不禁令人聯想到 兩者之間是有利益輸送 接著曾蔭權有早揭發 再退休之後 打算租住 富商王朝標所擁有的物業 其人早於08年被曾蔭權委任為太平紳士 為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的大股東 該公司也告獲政府批准 於同年發數碼廣播的新牌照 顯然是有收取然後利益之言 其實曾蔭權被質疑涉及利益衝突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遠在96年他迎任財政司的時候 為協助長子順利在港執業 以後官涵的順天 致行醫務委員會要求修例 之後 在00年繞過香港代理 直接在英國購買平治豪華房車 省20多萬的車價連稅額 近年他推出的省電膽政策 也都是被指抑襯家的 雖然特首有特權保護 但是如果是司長以下職級的公務員 犯下了曾蔭權這些同樣的錯誤 相信已經違反了防止賄賂條例 也有機會觸犯公務員事務條例 況且廉政公署是向特首一人負責 他竟然帶頭去賣壞利志 破壞公務員團隊 三十多年來的廉潔優良傳統 可見 這個可能是香港開佈以來 最嚴重最嚴重的貪腐事件 是遠超過割拍案或者短妝案 我們A人民力量要求特首生恩卷 立即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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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求他接送民政公署調查 如果特任權拒絕的話 立法會應該以權力及特權法 傳召他的文化 以及展開彈核的程序 如果有立法會議員 那些保皇黨是互斷 阻撓以上程序 歷史將會記載 他們也涉及反乎大外的共產 人民力量執委會 人民力量港團 2012年2月25日 多謝大家